好了没什么问题了 好朋友们我是一名美食主播 我叫九把刀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滚沙花生米 然后喜欢的评论一下 然后就开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基本上没啥大保命 路人了 先把油做上 昨天炸了个按键 炸在里面了 首先今天这个花生米没有上市图啊 咱们打一个鸡蛋的话就差不多了 一个鸡蛋的话就弄到了 一个鸡蛋就应该够用了啊 首先还是给花生米挂一个户 打个鸡蛋啊 然后往里头加 然后往里头加 加点土豆饭 然后我再加 拿少许的面粉啊 一点点就可以 我去拿点面粉 打个鸡蛋 这个花园骨分的就是全家的骨头结构 面粉的其他就抓鱼子了 就细节这样我们能够给达达达丁丁心配方 四个竹子欢呼点点一下的哦 一名美食祝福 今天做的是文茶花园鱼 这一次你把咱们打一个花园鱼 然后稍放一点点 一点点 看一眼这个花园鱼装骨的话 装到这个厂部的话 一面那个 strap 人家的垄着 Jesus 1度 ons disposit 看起来 内海 大概五层热的油温 咱们就把花生米下锅就可以了 尽量要这个花生米的油 给它分开啊 油温芽 砂糖 放在不同其中间 入浴ins度 要加水 断菜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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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准备一个大点的盆 准备一个容器 然后里面放上芝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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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这个时候的时候火不要太猛 尽量的话 稳火就可以 要不然的话会把这个外皮给它炸 炸过火了 然后里面刮生的话火还不到位 注意一下这一点 只崩了 油往起崩了 早晚人家把灰油 哎发现没你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下厨炸东西的时候 你感觉这个油往起崩的时候你越害怕的都越往身上崩 你跟他来硬顶你越往上上的话这基本上就就崩不到你的 这一时间有新建类的好朋友别忘了把直播通知关注点一点啊 油温不是太高的时候炸的 稍微这个外衣这个花生米这个外皮稍微见得有点要发红那种感觉啊 就可以捞一下 然后锅那边放少许的底油 然后锅那边放少许的底油 然后加入白糖 然后加入白糖 可以加一点点的水 可以加一点点的水 黄伊萝卜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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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星期的朋友别忘了把那个直播中时关注点一点 有近来晚的说感觉说主播这个这道菜的话 我没看完全没学会呀 然后可以关注一下的主播的神曲啊 神曲上都是直播时候做的菜 完整的视频 里面怎么做做法啥的 有想看的话就是关注神曲就可以啊 然后迅速的翻炒啊 把这个糖充分的沾到每一颗花生米上 然后关火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糖基本上都沾到花生米上之后 然后给咱们四天准备好的那个大盆 然后里面放上芝麻倒入里面 然后迅速翻一下 然后迅速翻一下 你就 За так准备好的 Meinung叫做面子 尔倒 放入锅子 然后这个滚砂花生米就可以了 OK了啊 喜欢主播的点点关注啊 然后看神嘴的希望就是评论一下啊 谢谢